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参加数位发展部 黄部长上任100天的媒体查序活动 希望透过这次的媒体查序能够让在场的各位记者朋友与大众 能够更加了解数发部这100天的改变与累积 以及未来数发部的施政重点 首先介绍今日出席查序的数发部团队成员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数发部黄艳南部长 政务次长却和民次长 政务次长兼发言人林怡靖次长 常务次长叶宁次长 知通安全署谢翠娟署长 数位产业署林俊秀副署长 国家知通安全研究院何全德院长 现在请媒体朋友加目关移到我们的后番 今日的六师长官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数位策略师蔡壽权师长 任性建设师郑明忠师长 资源管理师牛信仁师长 数位政府师王成明师长 民族网络师专营志师长 多元创新师专民分师长 谢谢今天出席的六师两署医院长官 现在我们请黄艳南黄部长致辞 我首先要跟各位媒体说早安 我代表处发部来特别欢迎各位今天的蒂林 也很快 已经很快就100天 这100天我大概讲一下我们 我想今天主要目的是跟各位介绍 我们这100天大概有什么样的成果 当然各位可能也会在后面 我们再去讨论一下 未来我们一些施政的方向 那我还是讲一下这个 我当初接这个位置的一些理念 可能有些媒体朋友听过 我这边还是在讲一次 就是说当然我看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应该是数位经济 而不是传统的经济 那数位经济传统经济 我们在交流的在赚钱的货物 跟在交流的东西都是货物 那实体的货物 那在数位经济上面 我们在交流的或者赚钱的工具是data 那你有这个data的时候 你一定需要一个 所谓的数位经济的一些公路 或是高速公路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应该数位经济为主 那数位经济的发展里面 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讲的 数位经济的高速公路 所以这个数发部就负责一个 很重要就是数位经济 高速公路的规划 跟协助各单位一起来建制 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有些事情要做 当然这个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当然他们后面会提到 就是这个高速公路必须要任性 也就是今天不管天灾人或甚至发生 各式这样的人为的破坏 它都能够畅通 所以待会介绍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 我们就要促成它 让我们的数位经济能够快速成长 帮助政府跟产业做数位转型 这个后面也会在这个方面再做个说明 那只是说在数位经济高速公路 在建制在筹划期间 也发生一些不好的上面的一些行为 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诈骗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 我们不希望因为有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 让我们诈骗在这上面横行 所以我们就会在 打炸上面 我们在打炸上面就有一些作为 所以基本上根据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就有推了所谓三支箭 那三支箭我待会会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过去的成果 那当然第一个最重要工作就是打炸 那打炸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有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负责的 但这个打炸是跨部会 好几个部会一起合作 不是只有述发部 那我们所谓帮助这个政府在打炸里面做的 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防炸 防炸就是说 基本上有一些工具 让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样的讯息是诈骗 那这个做法里面有两个人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在我上任之后就 我们就特别去推动 而且大力推动所谓的短码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民众收到简讯的时候 如果那个简讯 如果自称是政府机构 或是政府相关的机构 像油水电这种机构 如果他发简讯 他的customer 他的消费者 而不是用短码 而是什么09的话 我们要跟民众讲这个就是假的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慢慢的像银行金融界 他们也开始走入这样的一个短码系统 所以像68999 富邦现在在用的短码系统 就是基本上收到银行的简讯 也不会是09 而是一个短码 那像中华电信 很早就开始实施123 再加三位数的短码 那就是说让民众认识 什么样的讯息是可信任的 这个我们在强力推动 这个已经在推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个我们在这里面 让民众了解网路上的讯息 哪些可能真可能假 我在上任之后 就请我们团队 尤其是我们林次长杜道 在建制一个叫做打炸通报查询网 那这个已经ready 待会我们会做个demo给各位看 那打炸通报查询网 我们现在在做内部的测试 那待会 这个如果媒体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试看看 但是我们这个测试完后 等行政院同意 我们就会对外公开来使用 那这个也是我们内部已经开始使用 在做内部的打炸的工具 那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用 那当然这个打炸里面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打炸 要与法有据 要有法员的依据 所以这个法员的依据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就有几个法在我任内推动 当然一个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打炸事法打炸专法里面 打炸专法给我们一个 一个法员的依据 就是在我们主管的四个业务 一个就是网路广告平台商 电商第三方支付 还有游戏商 网路游戏商 这四个是我们出发部主管的那个事业单位 我们就会要求 比如说像这些商 他叫台湾要设法律代表 那或者是要在台湾设立分空室 那法律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打炸的需要 我们要求就可以要求这些法律代表要配合 那配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说 我们一个要求比如说像实名制 实名制 这个将来如果有广告商 再有那个诈骗集团 用这些平台在上面做非法 或是诈骗的广告 而没有用实名制 我们就可以要求这个 这些广告商 就是要配合 要么就下架 要么就是可能甚至会有惩罚 所以希望用这样的结果 我们在预计在 这个法通过了 我们预计在 应该在年底以前 我就会有执法出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落实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为了再确认网络识明制 我们在我上任之前就有了 就通过所谓电子签章法 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做身份的确认 而不用像我们一般要什么 双胜剑要尸体的资本 去看到那个 个人的确认个人的身份 这是在打炸方面 就是我们在推动 那另外那个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任性 我刚才讲说我们的数位经济 高速公路要有任性 那任性里面当然一个就是说刚才讲 不管天灾人祸 或是故意的破坏 我们都希望网络能够畅通 那这个任性就抛售建设说我们今天的网络 有地面网络有所谓的4G 5G这种网络 这是属于这个行动通讯的网络 那当然这个也有微波的网络 然后有就是慢慢的我们希望这个网络能够扩长到天空 那天空就会有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低轨卫星中轨卫星 那这个都在今年在最近布建完成 那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将来 不管发生什么样天灾人祸 通讯不会断掉 这点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非常重要 那另外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资讯安全 就是说刚刚讲数位经济高速公路 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会有一些 人故意来上面偷窃或破坏 那怎么防止这样的偷窃和破坏 就是我们每一个系统上面的网络跟终端系统 都要有足够的安全防护 就是治安的落实 那治安落实里面一个很重要 也是在我任内这个一百天之内 我们通过在新政院 通过就是我们的治安法的修正 那治安法修正已经在七月 就是在七月底 我们在新政院有通过 那当然下一个就是要到立法院去 不要在立法院去争取委员的支持 希望能够在下个会期 能够通过这个治安管理法的修正 那这个给我们几个重要的power 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去 严格的落实我们的治安的管理 尤其在政府部位跟我们的所谓的 关注关键基础建设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能够 确认我们政府单位在上面的一些部件 这个治安的部件是能够确实 而且能够真的达到防护的责任 这是治安管理法部分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mile stone 就是这个也是未来我们这个预计 那但这里面有规范的其他的 比如说 国家安全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规范 跟使用的原则 这个都会在这里面有一些规范 让我们将来这个各式各样的 都达到更多的安全 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数位经济的发展 那数位经济发展 我想各位都了解这个 这几年发展非常的技术上发展非常快 那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常常听到就是AI的发展 那AI的发展里面这个未来我们数位经济的 所谓到要不要就会不会成长或是会不会成功 这个AI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技术的角色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AI的发展 必须要投资AI 那在这里面 所以在我上任的时候就去 也跟我们的同仁 就去争取 就是跟国发基金争取 经费来 在我们新创 尤其是新创 能够在新创上 能够给他们足够的资金去做发展 我们都发现说 其实在AI发展里面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资金 所以在资金上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新创 能够有一些足够的资源来做这样的发展 另外一面是人才 人才我们也是一个在努力的目标 那希望用这种投资来吸引更多人才来台湾 来帮我们台湾做积极发展 所以我们这110的国发基金 在8月的时候 8月初有通过 那现在我们正在做细部规划 预计是年底或明年初会开始 会落实 开始接受申请来开始投资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些 一些主要就是100天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 那当然最后还是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里面 还是 当然还是很多工作要继续持续推动 那当然也是也是滚动的推动 所以我必须要 这个必须这个 继续努力 那我后面的时间留点时间给我 特别我刚刚提到打炸通报查询网 这是我 这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我们在打炸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我请那个 林怡静次长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怡静 那现在由我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打炸通报查询网 那如同我们刚刚部长所说的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出版 那现在正在进行那个内部封闭式测试 也就是软体业所常说的封册 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站在那边 那个天翔检任记证的手机的画面 打上来 这是他实际操作的那个画面 那如果我们现在天翔检任记证 他在Facebook上 他看到一则可疑的广告 那他觉得说 这则广告可能是一个诈骗的话 那他就可以把这则广告的网址 copy下来 然后贴到我们这个打炸通报 查询网里面 然后他查询以后 他就发现说 这则新闻的确是已经通报 已经有人通报 说它是一个可疑的讯息 然后点选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则疑似诈骗讯息的网址 内容摘要以及处理进度 那由于字比较小 所以我们请那个天翔检证 帮我们读一下 就是现在处理进度是怎么样 那以这一则广告来讲的话 我们是在8月27号8点22分 由治安院AI自动扫描查 或已是诈骗讯息 那我们在8月27号9点20分的时候 已经通知机管会确认 那在8月27号9点27分的时候 经管会已经确认 这是诈骗讯息 那我们后续就会通知 FB进行移除 那当我们天降检骗讯息 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他还可以把这则讯息的网址 再复制起来 然后回贴到那个原来那则 那个FB广告的下面的留言里面 告诉其他所有网友说 这则新闻请不要相信 这则就是一个诈骗的讯息 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在那个首页的部分 我们这个打炸通报查询网 我们这个有一个热门的 排行榜页面 就是现在我们在网路上 过去24小时之内 最多人点阅的那些诈骗讯息 那每一则讯息的那个右下角 都会有一段那个字 如果红字的话就表示说 这是一个已经确认的诈骗讯息 那如果是黄字的话 那就表示说这个讯息 我们正在是很可疑的 但是我们还在查证确认 那当然如果说是 它是绿字的话 那就表示说 这不是一个诈骗讯息 因为我们也担心说 有一些民众会那个谎报 那再来我们有那个 就是最新的那个通报的讯息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 最新就是有民众 或者是那个 治安院AI通报的讯息 然后我们也有那个统计数字 看一下统计数字 那统计数字我们就会 随时就会去 盘点统计就是过去七天内 最长出现的诈骗的样态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了 最过去七天内出现最多 当然还是黄色的部分 就是投资诈骗 那其他还有那个恋爱诈骗 等等其他的那个方面 OK 好 这个是我们的 那个基本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简报 OK 那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打扎通报侠询网 其实它的使用 其实很简单 非常的直觉 好 下一页 那我们在背后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处理流程 这个处理流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报案 那报案是那个资讯的来源 第一个是来自于一般民众 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 一般民众如果看到任何可疑的讯息 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网路 这个网站上查询通报 然后再来是AI扫描 我们目前资安院用AI的技术 每20分钟会对网路去进行扫描 然后我们以前可以查获的可疑讯息 有5000到1万笔 那这5000到1万笔的 那个可疑诈骗讯息 也都会直接借接 送到我们这个打扎通报查询网里面 那另外呢 第三个来源呢 就是公众人物本身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公众人物 他们饱受这个假讯息之苦 他们身份常常会被冒用 那他也可以直接利用 我们这个打扎通报查询网来报案 那报案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会到书发部这边 我们就会利用AI的技术 自动进行分案 然后由人工进行确认以后 我们就会发信去问这些公众人物 譬如说如果是一个讯息 看起来是仿冒某位公众人物 我们就直接发信去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仿冒的 还是你真的新闻 那当这个公众人物 就点选这个email里面的确认按钮以后 我们就会自动的把这个信件发给 Google Facebook Instagram Line 等这些网路广告平台 要求他们利息进行下架 那如果是这个讯息是仿冒 某个政府单位 譬如说经管会交通部 卫福部的话 我们也会分案 请各个部门协助处理 一样的就是请他们赶快确认 这个到底是诈骗讯息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流程呢 我们希望达到几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让一般的民众 可以很快的去知道说 某一则诈骗讯息 是不是可疑的诈骗讯息 是不是很可疑的 或者说已经确认是诈骗了 然后再来我们要快速的分案 以前在没有这个系统的时候 各个部门单单跑公文 可能就要跑好几天了 那我们现在因为是利用科技的方法 自动很快速的去分案 所以我们会缩短这个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缩短下架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后半部的处理都是用科技的方法 自动去处理的 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些诈骗的讯息 存活在网络上的时间越短越好 好 下一页 事实上虽然说我们这个打炸通报查询网 才刚刚完成 可是在520之后 520我们部长上任之后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用那个人工 还有办人工的方式开始示范这个流程 那目前已经有44位的著名公众人物 包含著名的谢圈和先生跟四圈六先生 他们都已经是在每天在使用我们这个讯息 那下一页 那对不起 上一页 OK 然后我们社会 那个案件处理的比数呢 我们在7月8号的时候达到高峰 那时候那个礼拜我们处理了216件 就是这些著名的公众人物 他们给我们通报 然后从那个以后 我们这个数量就开始下降了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打炸通报的查询网的 这个机制已经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 因为这些诈骗集团都知道 他们现在去仿冒这44位的公众人物 效果很不好 很快的这些讯息就被下架 那右边是我们平均处理的时间 这个处理的时间包含我们作业 还有就是这些公众人物 还有那个政府各部门的处理的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满意 现在那个就是我们接获通报 到我们通知那个网路平台下架 还要12个小时 那个也是因为之前 我们这个都还是用那个半人工在处理 那我们现在打炸通报查询网上线之后 我们就希望很把这个处理的时间 把它那个降到很低的程度 好 再下一页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打炸通报查询网 这个我们才刚刚上线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系统 它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打炸是好人 跟坏人之间不断的攻防 那我们会有很多打炸的工具 打炸的方法 但是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也不断会改进 不断的会用那个新的科技新的AI技术来产生 更多的假账号跟假这个诈骗讯息 那我们唯有用科技对抗科技诈骗 用AI对抗AI诈骗 然后我们才能在这场不断的攻防中成功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持续的会发展新的科技 把新的科技整合进这个平台里面 然后也会跟民间企业合作 那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民间企业 他们有很多的打炸的讯息 他们也会做他们的扫描 然后我们当然也会把这些讯息 分享给各个民间企业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谢谢那个林次的报告 我想下面应该就是开放媒体 还有个吗 那个我们黄部长三任之初 即规划了数位发展的三支箭 那稍后呢我们会在荧幕上播放 黄部长三任一百天的回顾坚硬 那这三支箭呢包括了第一支箭 推动打炸工作 第二支箭推强化数位韧性 以及第三支箭发展数位经济 目前三支箭已经有初步的阶段成果 包括了打炸装法 通过施行进行源头管理 推动建制打炸通报查询网 提供全台讯号覆盖的 非同步卫星紧急应变网络 以及自通安全法修正潮案 也获得政院通过送立院审议 以及曾成功争取通过一百亿加强投资 AI新创实施方案等 稍后我们将会进行媒体提问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对于三支箭提出相关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进行媒体交流 预计30分钟的时间 那等一下想要提问的记者朋友 麻烦您举手提问 并且在发问之前说一下 自己的媒体名称以及姓名 请问现场媒体朋友有提问吗 自由 部长 部长 部长好 我是自由事报记者指令 我想请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刚刚的打架通报查询网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诊息是在 很多诈骗讯息是在LINE里面 那因为刚刚的demo都是可能是公开的 像我脸书或者是IJ 那如果是这种封闭式的LINE的讯息 是也可以通报到里面 然后如果今天你们确认的是诈骗讯息 但是其实他可能不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查申诉 就是他不是诈骗 有没有这个申诉管道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是答案通报查询网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游戏产业 就是因为最近那个黑悟空热买 然后引发讨论 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声音质疑说 为什么反而都做不出来 然后可不可以请出发 因为出发部是线上游戏产业的主管机关 那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就是你们从成立以来做的哪些事 然后未来还有计划 要怎么去协助线上游戏产业的发展 谢谢 好谢谢 我这边两个问题 一个我们第一个问题 请那个我们的林次长回答 第二个问题我们请那个林副署长 那不是林次行 关于那个LINE的那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诈骗产业 他们的那个工作方式是这样子 那个诈骗集团第一个会在那个 Facebook或者是Google 或者Instagram这种公开的平台上 想办法把人骗进一个LINE的 封闭性群组里面 到那个封闭性群组里面 就是会有很多的人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人 就是坏人 他们就营造一个气氛 然后把人 再骗到一个私讯 一对一的那个对谈当中 然后再进行诈骗 好那我们现在 其实在打炸通报查阅讯网上面 我们也会有这个机制 就是通报关于LINE的那个 诈骗案子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这些诈骗讯息里面 会有一个说 请加入我的LINE群组 我们就常常看到这个讯息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LINE群组的 这个网址 我们去做确认 就是说是不是诈骗 那如果是诈骗的话 我们就会通报LINE 请LINE把这个假的这个群组 或者是假的账号 把他们下架 那目前那个 其实LINE那边的动作都满快的 我们每天也都会收到这样的讯息 那再来就是关于说 那个误报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我们这个 打炸通报查询网 一上架以后 一定会有一些人来闹 尤其就是诈骗集团 那可能就是做一些那个假的通报 希望瘫痪我们的网站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就是 确认我们这个流程 确认我们这个网站 不会受到这种网路的攻击 或者是那个那个误告 我们想说是误告的那个困扰 OK 以上是 好 那就以下就针对这一个游戏产业的 补导方式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在我们最近几年记得在扶持台湾的 是独立游戏业主 就是独立游戏的新创 那这些都是台湾原创的 也是有台湾文化的 他们其实有些是有全球的视野 这样的一个新创 我们在积极护导 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补助了 40架独立游戏的厂商 那可能各位比较能够知名的 是包括赤狂的环校 还有他赤独 最近在日本得到的9日 这样的游戏 都是我们这边独立游戏 补助计划所补助的 那这是有关研发基金的部分 我们对于行销也很重视 那包括我们在资讯院 有独立游戏的专区 我们在台北游戏也有独立游戏的专区 我们起庆重点就是要台湾人 台湾人的游戏 以上报告 还有记者有问题吗 花尔街日报 谢谢部长 那个花尔街日报的落语 有几个想关于治安问题的想要请教 就是说像台湾面对 治安方面的威胁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攻击 这方面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部长 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 速发部在这方面观察到一些 相关威胁 有没有什么一些 特别的特征或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部长也有提到 速发部想要推的那个 治安法 然后刚刚看到了解就主要是针对政府机关方面的一些治安的防御 但我好奇就是说面对一些民间企业方面 面对相关的这些治安的威胁 速发部有没有一些政策或者是相关的做法是可以就是照顾到民间这边的一些部分 谢谢 那个我先简单回答 那我后面可能请市长或是署长 署长 那个 第一个就是我想针对那个刚刚讲特别对民间这一块 民间刚刚讲那个如果是统计资料那个带我们 也就 关于这个跟民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通报机制了 通报机制里面就是就是鼓励民间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报的机制能够 遇到治安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通报那同时也可以我们如果看到治安的威胁新的攻击也可以通知大家 所以这个我们有这个像SERT SERT这样的一个机制让大家加入 那这个是我们那当然这个加入以后如果 那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 如果有一些需要协助我们也有治安院可以去协助 所以就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机制存在 那其他部分有什么 好谢谢你们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发现的威胁 它的养胎是什么样子 然后简单讲一下其实这个月比上个月 的确我们发现它的威胁的情织变多 它威胁的情织变多非常多 可能是现在大家都在网路上做攻击 到现场做攻击的效益可能会比网路攻击的效益还高 所以网路攻击的量太多 那我们能够发现这个减资对大家也是好的 就是我们有发现这样的风险才能够做事前的预防 那以统计来说我们发现最近的东西就是以情字来说 比上个月在家有大概16000件 其实5931件 那它的统计分别是资讯收集类 就是它试着了解你的状况跟你的环境 和这一倍大概有43% 然后扫描、试看 就是用社交工程的手法来得到你的资讯 或者是试着攻击 试着看看你用到什么 厚点可以收补的这种攻击大概是22% 但如果试着得到你的决签 就有些人的密码设得比较简单 它容易被猜测 那这一类的攻击大概是19% 它是就是攻击那个 没有进过就是没有进过授权 但是目的打给四处哪里 攻击那就是其他类的感情 问在场记者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东升 部长您好想请教怎么看现在中国首款3月大拓 黑神化物工在台湾伺服器的PSN上店未上架 那外界指引是不是跟两岸关系民感有关系 那另外一提想要再请问时事 那怎么看过去民众党指责数发布装潢费过高 那如今也被外界指引说科进总装潢费申报金额也很不合理 那如今选举 优化选举补助金满费 我先针对第二题 那个装潢费过高这件事情 因为我我刚上任嘛 那个但是以前就有 一两年前就发生 那我也做了 因为大家也有批评说 我们要搬迁或干嘛 那事实上我也做过那个 请我们团队那部团队做过 我们这边就说我们主要是 信光大楼的一栋 我现在那栋大概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在台北市已经开始 就是台北市新北市附近找 就发现如果我们要搬迁 因为还可以可以住六年 所以要搬迁的话 我们要多花 就说包括搬迁 包括再重新装潢 包括这些费用 那个租金可以省一点 可是大概还要多花四五千万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搬迁 其实会花更多钱 不会更省钱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 在评估 能不能找到更 不过目前还没找到更便宜 所以目前搬迁是 那至于装潢 我觉得 这个 我的了解其实并 并没有那么的多 这个装潢的费用 那个 因为我有去办公室 那个看点是 他们其实都很简单的装潢 都没有什么隔间 就是基本上大家就是公共空间 全部集在一起 那所以 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那其他另外一个问题 那个资安 好 我再补充说明 就是 现在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大陆地区的企业 因为要来台国资的话 需要出管机关 同意 也要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但是根据这个度资来台的规定 目前两岸的游戏都相互没有开放 所以大陆游戏要来台湾的话 只能透过台湾的代理商 那代理商的话 他又要到我们的游戏分级管理的平台 去登陆这个游戏的分级 因为要根据国内的消防网规定 要把它登陆的分级 其中我们就会请他缴交的是代理合约 还有一些治安者检测 包括伺务器流向等等的 但是这个案子 我们过去也都是这样做 通过了大陆游戏 到目前为止就212 那因为这个案子 他其实没有缴交代理 也还没有做一些相关资料的缴交 所以他其实是在审查中 而不是没有通过 那从过去我们的案例 来看242件 这个应该不会是一个 一个我们有规意观的情绪 这个也跟大家接着提分 好 那还有记者有问题吗 那个经济日报 问题想要先询问一下 第一个是那个查询通报的问题 现在目前是在封册当中 想要问一下封册时间大概要多久 正式上路大概会什么时候 那想要问一下封册的人是有多少 那是怎么选出来的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一下 之前那个部长提到那个AI生态系的部分 想问一下那个相关的进度 有提到 刚刚也有提到说要复制AI产业 想要问一下就是再问一下具体的规划 到底是怎么走 有说到说明年要上路想问一下就是说 那整体的完整计划大概什么时候会公布 另外想要再问一个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都有提到 就是媒体议价的部分 那目前部长对于这部分的作用 比较少 想问一下接下来还会再跟业者沟通吗 那接下来怎么做 谢谢 我请那个就关于这个打炸通报查询网的这个 schedule 请林次长 OK 那个现在打炸通报查询网 尤其是在进行封测 所以我们现在是invitation only 那现在参与测试的单位 包含那个数位发展部 然后还有资安院还有工研院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四十几位的 那个知名的公众人物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有其他的公众人物 也受到这种假讯息的困扰的话 非常欢迎他们直接跟我们联络 我会帮他们加入这个使用 就是公众人物打炸专用信箱的服务 那再来就是各位媒体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麻烦会后跟我们的那个配鸿科长 在这边 那个请他 或者跟我们登记的科长 就是联络 就是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那我们会 就是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发出那个 那个使用的通知 加入我们的试用 那我们现在的那个策略 其实就像所有的软体产品的 就是开发测试策略一样 我们就是会逐渐就是增加 我们的测试人数 先是进行公测 然后进行开放式 测试 然后那个 长官有特别交代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 事情一定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做好 治安的检测 然后确定我们 流程顺畅的 我们才会全面 向所有的不特定的行动 向所有报告 另外两个问题 AI生态系 我们刚刚讲 我讲说今天那个 我们国发基金是在 是在那个八月 八月初 八月八九号 国发基金通过 那通过以后 我们再下来就是 我们要定那个管理办法 就是我们要怎么执行 那这里面当然会包括 刚刚讲那个 这个 PO office 就是那个 团队 office 就是会有 会成立团队 office 开始来做一些 行政的工作 那预计 应该包括跟国发会 再去通过 应该是在年底 会完整通过 那应该在明年初 会开始执行 所以这个是大概的 那另外就是 关于媒体议价法 这个我们 确实也蛮关心的 那实际上也有很多 学者跟媒体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 那我的了解是这个 我们过去其实 行政院开过好几次会 大概有八九次会 那这个媒体议价法 我也跟行政院就说 这个我们希望再重新 启动这个共融的会议 就说我们要有个共识 那当然这个目前的解决 有好几个 那国际也在 所以我们在国际 这几个月 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我们在观察 观察国际的发展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 会去积极进行的议题 那这个是 这个是跨 跨部门的 不是我们苏华部 一个部门 我决定 所以目前我有跟 应该 这个行政院应该在 近期就会 再重新启动 这样的一个讨论 希望有共识 以后再去推动 大概是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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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央社计的思雨 想说再请教一下 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是想问一下 那个 AIE的猴子 新创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是 大概是十年纪 我想请教 说这个省 就是未来的省 是 文化金座 还是 文化金座 提出他的什么标准 这些 可能是 被离开新创 然后第二个问题 想问一下 哪个大传统公布的时候 因为我们 我们大概 子法 其实就是不怕 回来的问题 才会拿过关 我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这样子 新创很高年以后 才会 就是 全面倒门广告实验 就是 上学人大陆 甚至的世界 第三个 就是想问一下 跟 那些部分 就是 手术 这个广告文化 也没有在讨论 没有在讨论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目前 有跟 你讨论到 打架的事吗 可以再 进一步 这个管理的机制 谢谢 那我有些问题 我会请 就刚刚讲 那个 我们那个 100亿的投资 那个管理 这个是这样子 我们 当然 我们还在跟 那个 就是过发会在讨论 那个细节还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这边 那个 运修这边有没有可以 我知道你们在讨论 是不是 细节可以先 还是要再等 那我就简单 简单 补充两句 就是 这个审核是会有 因为我们是等 搭配 放投去投资的 那大概都会一比一嘛 所以 放投本来 就会有一个 投审会来審 所以会有 放投的投审会 来审 然后 和我们会来 类似 那标准的话 上头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当然要能够过力嘛 比如说 是气能 或下车 包括上次或者 被定过等等 所以他们会找 比较有潜力 可以 可以让他们过力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哪些AI呢 当然 可能是传统的 鉴别式AI 或者是 最近很夯的 深层式AI 应该都会是 是 关于打炸专法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第一个决定 是哪些广告平台上 要受这个约束 那这个目前 有在 大概 要够大的才会受约束 那这个 应该是在9月 4月我们就会公布 哪些会 会那个 然后打炸专法 执法通过 这个因为需要 还是有些立法程序 所以我们希望 是在下个会期 把它完 这个这个应该也是在 这个是年底前 年底前 对 年底前会去完成 这我们再努力了 那 那个 大致是这样子 那至于说 那个TikTok 这部分我请您 关于那个TikTok 那当然是在 我们对于TikTok这些事情 我们都很关心 因为 非常担心说 由于 可能是中资的公司 所以可能在 沿路上 是不是有一些bias 就是有一些 他利用他的AI的 演算法 操弄 无论的可能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因为台湾是一个 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所以我们也不能 便的就是 去进行 不当过头的管制 那所以在打炸专法通过之后 依照这个法律 他们应该在台湾 要设立法律代表 那我们现在正积极的 跟TikTok 就是协商 那他们也是 也相当的积极 那就都跟我们在讨论 那 顺利的话 应该会在年底 会设立法律代表 那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有任何事实上 就是说 有任何问题 比如说不当的新闻 不当的言论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他这个法律代表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 当然说有法律代表的话 比如说将来如果有 进行任何的 政策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 那个法律代表 谢谢 张报告 工商 想要追问一下 有关AI的基金的事情 因为刚刚上面 简报有写到 可以获得加倍的政策激励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才可以获得那个激励 是某一种类型的AI吗 或者是然后 他上面也写到说 可以专案核准进行境外转换 我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可以进一步说明吗 还有 最后再问 有没有期待说 透过这个产业AI化 想到最少达到 怎样的效益 那个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 我在商人的时候 那时候说 要推动这个数位经济产业 用AI 其实一个简单 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就是希望在二零二六年能够破造 就是我们的AI产业 那这个当然有一些 有些努力的空间 但是我个人感觉是说 因为AI在蓬勃发展 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个机会 快速成长的话 我们会落后 所以目标很明显 那当然也是希望 这个除了我们经济部 除了我们苏哈部 但我们需要经济部 还有其他部会的一起合作 来把他当目标 那因为发展那个AI 那个软体产业一直是我们 部长非常关心 也是施政的重点 那我们现在 书发部的策略 就是要如何 那个促进台湾AI产业的 AI软体产业的发展 我们从几个方向的左手 第一个是算力 第二个是资料 第三个是人才 第四个是资金 那在算力的部分 我们现在 素产署已经提供了 那个算力值 那我们现在有四台 那个 32片 NVIDIA 他片那个AMD AMD的那个 那个GPU 那我们这个民间 就是民间的AI新创产业 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来这边申请 那可以免费使用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是资料的部分 那资料的部分 第一个阶段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那个政府的各种资料 能开放出来 给那个AI新创公司 拿来训练这个AI的Model 那这个地方 我们会跟 集中跟像卫福部等 其他的政府部会 接触协商 因为这里面有技术的问题 也有很多的法律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那个人才 那人才的话 我们直接跟国科会那边合作 我们想要尽量利用 那个各个大学的 那个研发人力 尤其是科技大学 在 就是我们做到产业AI化 就是各百工百业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需要那个 用AI来解决 那这个我们会跟国科会 那边合作 当然还有教育部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最后呢 就是资金人 那资金就是我们这个 有100亿的这个 国科会的资金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说 当一个台湾的AI产业 它有算力 有资料 有人才有资金的话 它就有很大的机会 它会成功 那我们当然会辅导它 尽量就是拓展它的 第一个在台湾 我们会办一些媒合会 让它接触到更多的客户 然后接下来 我们会带着台湾的 这些AI产业 就是那个 往海外去发展 以上报告 谢谢 Digitimes 市长好 市长好 Digitimes电子时报的记者 请个问题想请教 那个 抓住人性的贪念跟恐惧 其实这个是人性的落地 那在任何国家 诈骗之所以能恨行无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就是 网络诈骗应免在全球 共造成多少群属吃 那在台湾的统计又是多少 那处卫部在打仗 与刑事警察 通讯警察 那后续有没有做分工 那我们知道说 道高以止 魔高以障 那三支箭 实施之后 对于诈骗件数 和金额的降低 有没有定出一个 量化的一个政策目标 还有就是说 是否已经跟Google Meta这些外商公司说明 那他们的配合的程度是怎么样 如果不配合或者刻意拖延的话 那我们政府机关这边的法则会是什么 法律依据是什么 那第二个想请教就是说 5G专品专网的场域 目前观察到他们的 近视的诱因不足 那可以请教说 这原因是什么 那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触发部这边有继续编列补助吗 那范围是扩大还是缩小 那最后 最后一个就是Google前执行长 最近在史丹佛大学演讲的时候 提到台湾的软体竞争力是 理想 那讯会发部这边 是否会席助职策会 再做一些功能和定位的一个调整 好 谢谢 这个有几个问题 一个那个诈骗的数目在 我这个数目 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说 有报案的大概在 那个就是去年大概八十几亿 就是八十几亿的数 那当然这个还是有些黑数 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报案的 但是当然这个 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 将来我们这个政府的打炸 这个打炸其实不是只有我们速发部 应该是现在是一个 跨部会 有好几个部位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 卓院长也多宣示 当然也常常开会 跨部位的卸调 希望把这个 诈骗 那个赖总统有说 我们希望台湾看不到诈骗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想这个工作 当然会继续努力 那至于那个 那个 这个专屏专网 专网 专网这个是不是 故事 莫名一下 我说简单报告一下 5G专屏专网 这在智兰补持的审议会 我们其实已经通过 从我们成立开始 应该到现在满年 应该从超过一半个 5G的 84.8 到84.9 一概特质的 这一个 这个专屏专网的一个 试验场 那即使 我们说的即使 平行也其实也很低 都是千块 应该是 三万三还是多少 详细处 详细处 可以会有这一个 所以这个平补 不会是一个 限制条件 平补的这一个 使用会 不是一个 限制条件 那这一百个 其中大部分 都是自己要投入的 所以应该 诱因的部分 应该他认为 有利 可能会提升生产力 降低成本 所以他才愿意投入 那当然 我们还会继续 再去推动 这方面的 一个 一个 最后 关于那个 谷歌讲到 我们台湾软体 这个能力不足 我想 软体是我们 苏博会很重要 推动的一个产业 那当然这个里面 我们当然也希望 集合新的基础 向AI自然促进 软体的发展 那我们 也请那个 市长在这个 软体方面的推动 再做点 OK 那就如同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软体 对台湾软体产业来讲 最大的机会 就是在于AI 那也如同 我们刚才所讲的 对于这个AI产业的 扶持发展 就从几个方面下手 第一个是算力 第二个是资料 第三个是人才 第四个是资金 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找题目 因为我们知道 找体 那个软体的创业 就像我们以前在 那个 写那个论文一样 写博士论文一样 最重要 也是最难的 就是找一个题目 我们要找一个题目 它不能太难 太难自己做不出来 也不能太简单 因为太简单的话 所有人都做得出来 然后它又必须是有意义的 那对于产业来讲 有意义的就是什么 就是赚钱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从这几个方面 我们努力的去让台湾的软体产位 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那就如同我们部长一再讲的 现在要建立的是一个软体的生态系 重点是在于生态系 因为所有的这些科技的创新 应该是来自于民间的自由竞争 而不是政府的大规模主导 事实上这个就是目前 美中经济战争 还有科技战争的一个主轴 因为美国那边他们一直相信说 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是来自于 民间的自由竞争 而中国政府是认为说是来自于 政府大规模主导 我们还是相信说很多的事情 我们政府必须制 我们政府不是说不做事情 我们政府最大的功能 就是制造一个这样的生态系 让台湾的这些软体产业能自由竞争 然后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 做出最好的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是有国际竞争力的 国际竞争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 对于软体产业来讲 在小市场发展是非常累的 因为软体的投资非常的大 但是一旦开发完成以后 我们这个制造成本是 几乎是没有的 只有网路的成本 所以在越大的市场 像美国跟中国来讲 就是对于软体来讲 它是天生就是比较容易发展 台湾因为本身的内需市场太小 所以台湾的软体产业 一定要往国外发展 我们就希望就是利用 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政策工具 我们努力的让台湾的软体产业 朝向一个健康发展 然后有放造力 然后有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谢谢 我补充一下 跟刚刚讲的 我就跟您说 那个比例 一年大概三万三万 对 还算 我们正在争取 经费来继续补助 不过 这个 对我们还在努力 那我们补助 33 我想 但是 经费的部分 正在争取 远见 部长好 我是远见的几个屏幕 想要请教 想要说明一下 那个AI算力池的部分 就是之前开放这个算力池的 开放民间企业跟新创 来申请这个算力服务之后 想请教一下目前外界的申请跟询问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观察到一些现象 比如说哪些产业别 或者是应用 在这块需求是特别大的 那在硬体建设的部分 就是GPU的投资 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持续的扩大 或是说会以目前的40片GPU为主 谢谢 因为现在正在接受申请当中 那刚办说明会的时候 响应也蛮热烈的 大概有300家的 那我们今年预计是要补助60家的 的支付业来使用这些算力 那40片是不是不够 因为目前 应对的 呃 因为大型的大概都会用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 政府的算力池 包括可费等等的 有些比较大型的状况 我们是针对比较中小的 我们是先用40片来试试看 这些中小的使用 补充一下 那个我们这些算力池 由政府提供的算力池 是让一些新创的企业 然后他们刚开始 在缺乏资金的状况下 他们有一个算 可以去实证他们的观念 就POC Proof of Concept 或者是Proof of Service的那个阶段 那因为我们现在民间也有很 还有很多民间的公司 它就是成立了IDC 那他们也做了很大的投资 买了很多的GPU Server 那我们政府应该与民间争力 所以我们会提供必要的 就是一些基本的免费的算力池 但是我们并不 就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也不会做过头 就是说变成说好像在台湾 你开公司 所有的算力都不用钱 这个事实上是不对的 这个也是违反我们 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 民间的很多 那个竞争力应该是来自于民间的自由竞争 而不是政府过渡单身 那因为我们还有 最后五分钟时间到十一点了 最后开放 又开放三个问题 好 那我们到十一点 好 那就 那个 纽约时报 好 然后中时 自由问过了 不要再问了 然后还有后面那位记者 好不好 那就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纽约时报 中时 我是纽约的如意 我想问一下关于监考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亚洲国家 或者是欧美国家 会与管制 操作的 那我想问就是 属于有没有 参考主要参考的 就是你们 比较倾向于怎么样 就是管制这样的 所谓的 还有就是说 就是 从最近的国家 变成了 签订的建议 那怎么会参考 国人的建议 这个tiktok是一个议题 我想我在 各个媒体上也讲过 那tiktok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当然我们对他 有蛮多的担心 那当然 这个是需要有一些处理 那我们同时也观察 国际上怎么 怎么去处理这个tiktok的问题 那一个我们follow的对象 就是美国了 比如说美国上市 美国已经对这个问题 在做积极处理 他 实际上他有要求 tiktok要卖掉在美国 要 要变成就是没有 完全是 美方的公司 不是这个东方或是 或是某家 某个子公司 就变成是有中置在里面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很重要 如果美国这个 而且美国这个已经在 通过众院 在参院了 这个如果通过的话 就会有tiktok 应该是美国版的tiktok 那我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tiktok有个美国版的话 我们就会把台湾的这个DNS 就设定都能连到美国的tiktok 也说我们台湾看的tiktok 应该是美国版的tiktok 那这样的话这个至少 这个美国的媒体的管制 之下出来的tiktok 应该会 比较没有这些恶意的 这些攻击 跟一些恶意的讯息 或假讯息 这是我们在观察发展 所以也 应该是很快的 美国会有一些决定 我们再看怎么样去follow 大概目前的办法是什么 我们请你忠实提问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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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扎议题上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今天有公布网络声量数据 速发部的公布好凡多吉利 负面声量最高 在这边想询问一下速发部的看法 后续是否还要加强相关宣导 那个 这个确实我们也会抗胜 那当然这有一些原因 是因为本来诈骗 还算在台湾还算是蛮 还算是 还需要努力 这个努力 当然是需要跨部一起努力 那在速发部这边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些座委 刚刚讲打造通报查询网 还有这些 短码系统都刚开始推动 那个可能民众对这种 还不是很熟悉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因为速发部推动这些新的政策 新的工具之后 让民众有感 民众会确实看到速发部有些东西是可以用的 然后速发部确实是减少很多 网路诈骗的讯息 我们其实已经我个人有一个观察 就是虽然说我们打造 打造专码还没通过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已经跟Google跟Facebook 搞Meta跟Online都有很多的 所谓的喝咖啡 喝完咖啡以后 他们也在 虽然没有法律的要求 他们也积极配合 这个下架或者是实名制 所以各位如果有观察 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目前在比如说Facebook上 假名的投资广告 我想特别讲到投资两个字 投资广告有减少 我们在观察 所以慢慢的应该会改到 这个的进步 不过当然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不是我上任一百天马上就有存过 那我也相信 查查通报查询完 等到 大家可以使用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大家会感到 触发过在这边的努力 我当然就也期待这个工具 那个早日通过测试 能够让民众有感 但希望由这个 我们这些努力 能够让民众看到 然后让民众能够 这个 了解我们的一些工作 对我们要正面的考慮 今天媒体查询的最后一题 我们请路透社来提问 大家好我是路透社记者一幕 回到这个打炸网的部分 刚上面列的这四个网路平台 那 数位部这边有给平台一个 要求的下架的时间吗 或者是 这些平台业者有承诺 在多少时间内能够下架 那在目前 公测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生 你们认定是诈骗 但是平台业者有持不同意见 如果有的话怎么处理 谢谢 其实现在这几家平台业者 都非常的配合 因为这个打炸这件事情 对 不管对政府来讲 或者是对这几家 那个 那个社群媒体平台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他们之前 下架的速度比较慢 其实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很担心下架错误 就是说如果有个讯息 看起来像是假讯息 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去做确认 那他们就会 必须很小心的去做这个确认 那就很花时间 那我们现在打炸通报查询网 事实上也就帮他们解决一个问题 当看到一则讯息 是仿冒某一个名人的话 比如说某某谢先生的话 那我们这个就直接就去问 谢先生本人说 这是不是诈骗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 这个讯息以后 事实上对 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会 跟这些公众人物签一个授权协定 就是让这些公众人物授权我们 可以发这个通知去给那个LINE 或者是那个Facebook这些平台 由我们代为要求下架 所以利用这种方式 等于说是公司协力 是一个双赢的互利的方式 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方式 我们想办法将这个 下架的时间给他缩短 那当然接下 还有一个我们要改善的部分是说 现在我们去通知那个LINE 还有Facebook 我们现在都是用E-mail去通知的 那E-mail还是得人去处理 那我们希望说接下来我们能 让双方的那个软体的API 就直接互接 那我们这些就是用API的方式 那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讯息送过去 给他们 他们就自动能下架 那当然这些都是很大的公司 他们有一些法务人员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 怎么讲他们的那个 Red tape怎么讲 就是那个 他们会花一些官僚 那会花一些时间 那我们现在正努力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就是说现在打炸通报查询网 不是完美的 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 那现在上 那个上线的只是第一个版本 就是最初的版本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弄得更熟 让下架的组织变得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要追问 就是那个 因为之前部长有提到说 要成立假讯息委员会 那这个请问有后续吗 就是说那委员会的组成是怎样 就是我们真的还在讨论就是 就是基本上 我还是讲说 假讯息的判断 不应该是由 一个单位或一个人来判断 但应该是跟民间 共同努力 所以这个委员会设在 苏法部底下 还是警察人底下 那个我就说这个 这个设置方式 我们还在讨论 我基本上希望 藉由民间的力量 所以不见得 不见得一定是在苏法部下面 我希望是 因为这个东西 确实 要有这个 不同的公共的性 是我们苏法部 一个单位说假讯就是假讯 大概是这样的方向 然后署长 因为他10月的时候 应该就要退休 然后目前有 下一任署长认选 或是哪时候会出来 谢谢 那个还在考虑中 不过那个 我们也特别 谢谢署长 今天他还出国 他在退休前还是很努力的 帮忙我们推动很多业务 不过就是 那个 因为我们其实 人才很多 所以 一定会有 合适的人选 来接任这个署 好 今天的查序到这边结束 好 现在你不开放追问 不开放 我只要确认 那个打造通报查询网 最晚 最晚什么时候要想 比如说今年 我们写个 比如说今年底一定会完成 之类的 这样比较明确一点 真的吗 那封测要多久吗 封测要多久吗 封测要多久吗 不然 那个我们现在就是在做封测 那等 也是等行政院同意 好 那这个 这个 但是有些刚刚讲 为了安全 我们做很多 很多的测试 包括压力测试 这个方面 这个需要一点 时间 那至于多久 现在可能还抓不准 所以就 有静待通知 我想可能各位可以 是不是 可以先死 各位如果有兴趣 来找我们次长 或是 对 对 对 你们可以先开始下载 下架使用 当作 痛症 对 对 我想这边今天在场的媒体朋友 如果有兴趣 要做测试者 这个 欢迎跟 就是跟 OK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还是想 谢谢各位媒体的历領 当然也谢谢 我们书发部团队 做去这三个月的努力 确实看到一些进展 不过当然未来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会持续继续努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媒体 还有出席 皮静